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中的夜晚看着还是很漂亮的 灯光璀璨 可能是人口多吧 好像是四川第二人口多的地方 人口第二多的地方 海桥这边应该是冰箭道道的另外一边 很漂亮这一件事 我们现在把车停好了 停在这个 这里是什么地方 纸巾港吗 上面写着纸巾港 这里有一大片的停车场 然后还免费 但是没有人值班的 对 我们今晚就在这里过夜了 我们先回车上煮东西吃 不准备够 南京这是有活口干的 南京那是我们洗手的 洗手洗菜的 我们今天在南充的菜市场买了 有30个水饺 还有馄饨 还有一些青菜 待会就一起煮着吃 多少钱啊买的 买的水饺是16块 然后青菜是3块 好了 我们煮饭了 好久没吃了 我要吃好多 我们今天在南充买了两瓶燃气瓶 然后在网上订购了16瓶 因为网上订购的还没到 所以我们先买的两瓶先用着 开了 倒下去 吃饺子了 小心不会见到 怎么那么多粉呢 他买之前要倒些粉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怕它粘在一起了 哇好多 哇 这么多 30个这么多的 你饺子比较大 对啊 你的水饺比较大 放不下菜了 太多了 拧锅了好像是 没有 没有块的全部煮 馄饨是小块的 小个小个的 这个饺子都快熟了 都还没放菜呢 豆芽应该先放 对啊 要煮好久 今天煮太多了 饺子都没地方捞饺子了 感觉饺子应该先捞起来吃一些 我们是在煮火锅吧 塞满了 我们今天煮了好大一锅 菜都没有煮完 这里还没煮完的 我给自己的碗加了一点拌酱 拌面酱 拌面酱 饺子不用拌酱吧 饺子倒不用 主要是菜 菜是没有盐的嘛 加一些豆芽 然后在上面加几个水饺 自己煮什么吃的都香啊 对啊 半斤又来强吃的了 你今天不是吃过了吗 半斤 他没吃饺子 还有吃牛肉 我今天我之前在超市 买了三大把牛肉给他 忘记拍出来了 然后有网友就说 你怎么不给半斤买多点吃的 直接我给他买了 这谁叫好吃 吃了馄饨 我吃了 饺子吃太饱了 歇一会 下半场再吃 刚才满满一锅 我吃了只剩底了 你看我碗里 还有三个 又在喝酒了 我觉得这个什么酒啊 但是越喝越好喝 就像那个可乐 有时候喝的有点依赖他的感觉 半斤吃了几个饺子皮 三四个吧 肉是咸的 不能吃 我们把一大盘的饺子 馄饨 青菜 豆芽都吃完了 留下两个 给半斤吃 这两个是有肉的 我们之前给他吃了很多块 都是没有 酒也喝完了 我们给半斤 刚刚吃了很多块 没有肉的 现在是留了两块揉肉的 有肉的 不敢给他吃太多 因为肉是咸的 吃了狗狗会流眼泪 掉毛很多问题 不敢给他吃太多 就留两块 就夹到碗里 又从碗里夹到他的狗碗里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龙 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 一起去看这个事情